欢迎来到历史课照,我是美丽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今天的繁荣强大 离不开无数科学家的无私奉献 在和平年代,他们就是民族崛起的英雄 理应受到全国人的尊敬与爱戴 下面我们就来列举十位 为新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 排名以出生时间为顺序 也欢迎大家来补充 第一位是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 李思光1889年出生于湖北黄岗 作为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 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 李思光在地质领域的贡献 对于新中国可谓是意义非凡 从研制两大一星所需的油矿 到发现石油 使我国一举摘掉贫油国的帽子 再到地震的预测和预报等等 李思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 中国科学主席等职 2009年 李思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第二位是两大一星元勋 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 祖籍至浙江杭州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火箭之王等多个称号 特别是在两大一星工程中 钱学森的贡献无人能比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让中国两弹从无到有 从实验到实战阶段 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而他在航天领域内的突出贡献 则为日后的中国航天快速发展 迈进世界先进行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 钱学森被授予两大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又获得中国航天事业 50年最高荣誉奖 第三位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徐华 黄徐华1924年出生于广东 汕尾 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作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 黄徐华长期隐身埋名 默默工作多年 被新中国在核潜艇领域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他的艰苦奋斗下 中国陆续实现了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2019年黄徐华被授予 新中国最高荣誉勋章 共和国勋章 2020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第四位是两弹一星元勋邓家仙 邓家仙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 被誉为两弹之父 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不论是原子弹的模拟分析 研究设计 还是氢弹的设计原理 技术途径 邓家仙都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可以说他是两弹走向成型阶段的 关键一环 贡献极其巨大 1999年 邓家仙被遵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9年又被评为 以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第五位是中国清弹之父于敏 于敏1926年出生于河北宁河县 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宁河区被誉为中国清弹之父 不仅填补了中国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内的空白 而且在清弹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敏负责研发的清弹项目 创造性的使用了于敏结构 为清弹后续的小型化 实战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得我国在清弹领域迈进了世界陷阱行列 而著名的于敏结构 不论是先行国家还是后来者 都无法在技术领域对其形成压制或者突破 可谓独步天下 2019年于敏被授予新中国最高荣誉勋章 共和国勋章 第六位是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 孙家栋1929年出生于辽宁瓦房店 被誉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 中国卫星之父 在两代一星工程中 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负责人 后来又担任中国第一颗摇杆侧孔卫星 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和总设计师 同时他又是中国通信 气象 地球资源探测 导航等为主的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 还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 可谓实至名归的中国卫星之父 1999年孙家栋被授予两代一星工训奖战 2019年又荣获共和国勋章 第七位是杂交水道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 祖籍江西九江德安县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道之父 袁隆平发明出了三系法先行杂交水道 两系法杂交水道 创建了著名的超级杂交道技术体系 不仅使中国人民填饱了肚子 也将粮食安全牢牢抓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 2004年袁隆平荣获世界粮食奖 2019年又荣获共和国勋章 第八位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图优优 图优优1930年12月出生于浙江宁波 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 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图优优从中医药点击和中草药入手 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 研发出了氢蒿素 一种有效治疗瘧疾的药物 挽救了世界多国数百万人的生命 2015年图优优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2019年又荣获共和国勋章 第九位是呼吸病学家钟南山 钟南山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在呼吸道传染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领域 拥有着极高的造诣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不论是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中 还是爆发于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钟南山都冲在第一线 被抗击并有效控制疫情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20年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并在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中名列第一 第十位是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南仁东1945年出生于吉林辽远 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 在担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期间 南仁东负责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 带领团队接连功课多个技术难关 确保FAST项目落成投入使用 使得我国在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领域内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19年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 并被选为最美奋斗者 好的欢迎点赞 关注临时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